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西医站,我是Coco 女人最不想被碰的四个位置 碰了就会有生理反应 在亲密关系中,身体的接触往往是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了 然而,触碰的意义远远不止于这些 当一个女人愿意让你触碰她的身体的某一些隐私部位的时候 这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接触 更是一种心理上的信任和情感上的依赖了 第一就是她的脸庞了 当一个女人愿意让你触摸她的脸颊、额头、还有下巴 意味着她对你有着极高的信任 脸部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区域 承载着情感和表达 轻流的触碰往往就能够传达温暖与关爱 给人以安全感 这样的接触呢,不仅是身体上的 更是心灵上的交流 她愿意让你主动的靠近自己的脸 意味着她希望跟你分享内心的真实感受 她可能呢,在你的面前卸下了防备 愿意展现最真实的自己 第二就是她的肩膀了 肩膀呢,是承载着压力与负担的地方 当女人让你触碰她的肩膀的时候 这不仅是一种亲密的表达 更是一种无声的请求 她可能呢,在生活中啊 经历了许多的压力 内心的脆弱 需要一个温暖的依靠 你的拥抱呢,不仅仅是 能够给她带来身体上的温暖 更能够带来情感上的支持 她愿意与你分享这一份亲密 意味着呢,她希望你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愿意与你共同承担生活的重担 第三就是她的手腕了 那么手腕呢,就是身体中的一个敏感 而私密的一个部位 当一个女人呢,她愿意 让你倾注她的手腕的时候呢 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亲密接触了 更是她向你传递信任和依赖的信号 手腕呢,通常被视为 连接心灵和身体的桥梁 轻流的触碰,能够唤起身后的情感 第四呢,就是她的腰部了 腰部呢,被认为是身体中最具有 隐私性和亲密感的区域之一啊 当女人愿意让你触摸她的腰部的时候 这意味着她在情感上已经将你视为特别的人了 这样的接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亲密 更是一种心灵上的交友 在这个瞬间呢,你们之间的距离被瞬间的拉近了 她希望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触碰 让你感受到她的存在 这种亲密的接触 往往蕴含着身后的情感 而你在她心中的位置 也因此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哦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哦